10号 意大利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暴增977例 累计确诊突破万例达到10149人 单日死亡人数也大增168人 累计死亡达631人 这是意大利自2月21号疫情爆发以来 单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 9号 意大利总理孔帝下令 自10号起全国封锁 工作活动和体育赛事全面停止 除了与工作健康有关之外 全国6000万人不得出行 各级学校停课延长至4月3号 意大利成为全球第一个 实施全境封锁的国家 10号 华尔街日报记者在米兰 实际走入封锁中的意大利 当地博物馆 剧院等公共场所全数关闭 餐厅酒吧营业到晚间6点 人们也被告知待在家里 原本习以为常的自由 已瞬间消失 疫情快速升温 意大利多处遗远不堪附和窗位告急 伦巴地区维基应变小组组长皮森蒂形容 医院病患之多如同海啸 连走廊都被迫用来设置加护病房 医疗体系离崩溃之差一步 除此之外 意大利监狱因停止探监引发不满 监狱发生暴动 导致6名囚犯死亡 约20名预警和医护人员受伤 意大利当局表示 由几所监狱的部分区域 目前还被囚犯控制着 新团人的电视叶恩解编译 新团人的电视叶恩解编译 新团人的电视叶恩解编译